主席 主席 本席想邀請部長 來 邀請部長 部長 委員好 我想國際醫療專區 在台中我們清泉鋼 這個接牌的時候 我個人也到 現場大家很歡喜 也就是希望我們台灣 可以說是技術最好的 我們的醫療體系 不管是我們的技術服務 都是最好的 能夠在國際間來揚民 而且也可以服務到我國 很多的好朋友 我想這個是一個重點 剛剛秘書長所做的宣導 你認為成效怎麼樣 哪位秘書長 剛剛秘書長所做的宣導 吳秘書長 吳秘書長所做的宣導 你認為成效怎麼樣 我想這個是目前是 可以說已經有一些初步的成果 有一些初步的成果 你覺得他的說法怎麼樣 我完全贊同 那如果像可以講得這麼清楚 符合你的政策 那為什麼不去宣導呢 你說你自己走到私立院所 大家都幫你打車 這個邏輯很奇怪 既然是一個好的政策 為什麼執行者都不認同 就像我們的健保 我們到中南美洲去 我們都拿我們的健保 我們到美國去都拿我們的健保 跟他們討論 大家都幫我們舉起這個大拇指 可是我每次回到國內 我就覺得怎麼這麼奇怪啊 我離開國門大家舉大拇指 回到國內講到健保 五方都不滿意 這怎麼回事啊 這到底是溝通有問題 宣導有問題 還是真正的政策有問題 請教部長 但是我們現在的滿意度 都在八成以上 原來在二代健保 剛剛14的時候 有掉到七成六左右 那現在又回到八成 那這個就是非常的 我們現在討論 國際醫療專區的問題 非成功不可 是不是啊 是 如果趙剛阿吳秘書長 所做的說明 我想任何一個人聽了 都是滿心的歡喜 又符合你的政策 你應該聘請他嘛 是他是一直跟我們在 一起在努力 都在媒體講嘛 對 對不對 他雖然也比你帥啊 對 絕對 他講的也比你更清楚嘛 對不對 是 所以應該大家來努力嘛 把一個好的政策去推展嘛 我們來討論 大家關心的 服貿的問題 大家覺得很奇怪 你的條件 在醫療院所裡頭 目前六十九家的這個 財政法人 他們是不能投資的 你要投資新的 這一個 長照的部分 偏鄉地區 一般的四十九床以下 身心障礙的二十九床以下 他只得投資 不能帶任何人來 其實坦白講 我們這樣的政策 只是你們沒有宣導清楚 已經開放十年嘛 到目前為止 有沒有大陸哪一個投資者 到台灣來投資啊 有沒有 請教部長 目前沒有 目前沒有嘛 那本席也覺得很奇怪 既然他們認為對他們是負面的 他為什麼要同意啊 是 這個就是說 我們開放多一個選擇 給大家 這樣子 給誰大家 就大陸吧 他也想捐贈啊 他也想捐贈啊 他要怎麼樣 都可以啊 十年沒有一家可以來投資 而且要偏鄉 這個長照好不容易 在我們的委員會通過 醫院 對不對 長照是 一樣啊 醫院跟長照都一樣嘛 兩個機構 剛剛我們特別說明了嘛 對 那他們也同意 你是在所有的福茂項目裡頭 你最好講的耶 對 你最好宣傳的十年 其實我們已經開放十年 不管藍綠的政黨都開放了 那可是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家來投資耶 是 我剛剛在開長百都已經講過 對不對 而且開放他們開放是百分之百的 獨資的 他們開放給我台灣 中華民國是百分之百 他給世界其他的國家不能百分之百 對不對 對 而且我們台灣開放的只有三分之一 所以福茂所有的項目是你最好講的 為什麼還不清不楚 問題出在哪裡 清楚啊 我們都講的很清楚 你很清楚民眾不清楚啊 所以大家質疑啊 是不是簽了以後 所有的大陸人士都可以來台灣看病 就通通可以有健保 有這回事嗎 沒有 剛才也特別特別 黃署長也特別來講了 那麼要在這裡取得健保是非常不容易的 要六個月的拘留 不是停留 拘留 而且不容易讓他取得 到現在有14萬多人的話 大陸人在這邊工作 曾經來過的 那麼只有181人有健保 那這麼好的數字 為什麼不趕快解開民眾的疑慮呢 你到坊間去問 大家都說 我們怎麼換 因為沒有換 大陸會來吃我們的健保費 我們就害了 我們事沒人說 就這樣講耶 我們破屁沒人過 因為不夠錢 他們十多億的人口 來就害了 你們沒有聽到這樣的聲音嗎 有 我們有而且 你們既然有聽到這樣的聲音 你們要怎麼樣去解開民眾的疑惑 一個有為的政府 假設你真的可以讓他們來健保 那當然政策大家討論 如果他是沒有這樣的疑慮 這個政府應該要努力的去解決民眾的疑慮啊 他才是一個有為的政府啊 為什麼到目前為止 將近一年的時間 民眾還有這個疑慮 為什麼 我想這個我們是一直努力在宣導 這個不管是從 所以部長剛剛我在經濟委員會我說 如果我們從十個月前 推動福茂的宣導 到現在發生這麼嚴重的社會事件 我們的宣導途徑方向都一樣 那這個政府要好好檢討 對不對 所有的福茂的項目裡頭 你最好講的 導致本席很反向的思考 他們就不可能來他們怎麼開放 有沒有什麼炸 本席去討論出來 大陸的保險 從原本的二十幾趴 到現在幾乎將近八成 民眾的保險 已經到九成了 最近到九成了 要將近九成 所以他們的醫療資源是不夠的嘛 所以他們廣納百川 你們通通來幫我設立 就是服務我 服務我當地的民眾 他們的想法是如此嘛 那我方人民的想法 是怕他們通通過來 既然他們不可能過來 已經開放十年 也沒有過來 那我們這麼好講的宣傳 到目前為止講不清楚 這個邏輯太奇怪了 明確的數字 簡單的語言 讓民眾清楚 努力去說明清楚好不好 好 一定會 官方的一些俗語 那沒人聽到也沒人看到啦 你把民眾的威力 給他講清楚就好了嘛 對不對 接下來本期要討論 你拼命點頭你要給他嘴 我們現在社會 有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英國有一段時間我到英國去 我發覺 八十幾歲的老人開車 開到一半停在高速公路上 他不知道要往哪裡去 失智失能 佔他人口的6% 這是全聯合國裡面的統計 雖然衛福部告訴我們 台灣只有2% 我高度質疑這個數字 所以本期再提出一個意見 建議 針對於失智失能的人 我們政府要怎麼去協助他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的老年人口已經達到11% 都將近12% 那未來 失智失能的人 他身體很強壯 但是他到處開車 我們現在開車沒有限制幾歲喔 沒有限制幾歲不能開車 因為民主國家 那失智失能的怎麼辦 我看到數年前英國的現象 我深懼恐懼 所以我特別提出這一點 請部長 你針對失智失能的行為 這些我們要怎麼樣去協助他 請你詳細的書面資料給本席 這是非常嚴肅的一個議題 因為這個跟整個社會行為生活非常的相關 第二個問題本席要提出 救護車的問題 我們打119 一般民眾打119 我們現在醫療有分區 你在哪一個區 你只可以送到那一個區的醫院 但是 部長本席更加強 我已經跟你談過了 也就是說 像心臟疾病的 腦中風疾病的 這一種都是重創非常嚴重 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7到15分鐘救不了 就飛上天 這樣子 很多因為區域性的限制 轉院再轉院 導致到院前就沒有了 家屬多難過 所以本席再具體建立 將我們的救護體系 醫療專區的這個問題 假設 當然你們要有所規範 但是假設 他是長期 在某個醫院 附近某個醫院 經過家屬的要求 應該可以再到那裡 因為本席碰過好幾個 心肌梗散來不及救 也碰過強制執行 結果救回來 所以就在一線之隔 部長 這個問題是所有的民眾 非常的痛 當他看到 這個是心肌梗散 明知道 7到15分鐘救不回來的 但是 因為我們醫療院所的限區問題 導致我們的救 這個 這個119的相關的救護車 不能載到北區 影響了他的救診時間 以及生命的損失 所以本席再一次強烈的要求 務必要去調整 因為這個 如果你長期就是在這家醫院 這家醫院有所有的資料 他一定要馬上知道 可以去救這個命 部長 你的看法 是我想 謝謝委員的建議 對於救護車的 他有他的專區的問題 我想這個將來可以再研究 就是重症 這個嚴重度的層級來區分 醫院的層級 對 重症 好不好 請你一個禮拜之內 給本席答覆 重症家屬要求 長期 他已經有病死的 那應該就可以 依照家屬的這個需求 因為這個是要救命嘛 好不好 好 這個是最後一點 也就是 醫護的人員 強力的人口比例 被照顧 是不足 所以本席強烈的要求 我們的醫師 護理師 專業照護人員 他們都超時非常的多 很可憐 所以本席具體要求 你們應該 要釜底抽薪的 要怎麼去解決問題 教育部 部長 你跟教育部 我們要參加上來 是不是 我們的錄取率應該要增加 能夠增加我們的專業照護人員 我們的醫師 我們的護理 如果依照目前 我們已經是4比6的一個比例 嚴重不足 沒有 服體抽薪的方案 叫我們的民眾 該當怎麼辦 也叫這些醫護人員 該當怎麼辦 所以本席具體要求 我也請你 詳細的書面資料給本席 你們究竟 服體抽薪的方案 要怎麼去做 好嗎 好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請 stole 背景 你 別 habr 看看 EM 禦 這裡 姿 清 亮 許 斌 есте 我们